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科暗战 今天是6月25日或星期五 明天就放假了 我们又来看看放假之前 这个Coin Market 发生着什么事 根据Coin Market Cap的资料显示 涉及截稿之前 BTC现价报道34551美元 过去24小时的升幅达到5.04% 而ETH现价报道1,969美元 过去24小时的升幅达到2.5% 接着又来跟进一下其他二线加密货币 在过去24小时中 升幅最大的二线加密货币是DOGE 现价报道0.2735美元 过去24小时的升幅达到17.56% 而第二大升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SOL 现价报道31.96美元 过去24小时的升幅达到9.25% 接着又来看其他重点消息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简称FATF 星期五就会讨论有关加密货币公司的监管 是自两年多以来FATF再一次建议将加密货币公司 即是对虚拟资产服务供应商 简称VASP 纳入其监管框架之下 FATF的决定有机会为加密货币的行业 和监管机构带来新的挑战 第三方的VASP必须在交易过程中 交换有关于客户的个人身份资料讯息 如果每次转款都要公开自己的身份 那就是给所有人听你有多少钱身家 也挺害怕的 下一只消息 传说中的契妈Kavin Wood又出动了 ARK Investor在BTC奔盘期间 购买了298万美元的GBTC股票 而且还将214718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股票 加入其ARK创新基金ARKK的名下 这个基金已经持有超过360万股 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股票 价值超过8.2亿美元 还未入场加密货币的朋友 都可以参考一下ARK的投资策略 入手下有关于加密货币的股票 看看可不可以从中分到一杯羹 下一只消息 有两间电子支付公司 已经合作在2021年11月开始 欧洲将会有5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 开始接受加密货币的支付 整个整合计划 预计会在未来三年实现 虽然这两间公司 未透露会支援哪一只加密货币 但其中一间公司 Rolity 发布了带有ETH表资的支付终端图像之后 强烈奄斯 ETH很可能成为其中一只 可以用来支付的Coin 这个月初 加拿大的轻型电动汽车製造商Damac 宣布了即将会在2023年 推出新款的电动汽车 这部电动汽车有什么特别 就是它配置了加密货币的采矿设备 可以在充电或停车期间 开采Bitcoin和其他加密货币 一中车主 不知道会否考虑入手一下 这一架电动汽车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又斩高一段 记住like share和subscribe 拜拜啦 拜拜